新北市新店有一间这个土地公庙 曾经被称作是新北市最有钱的土地公 而有趣的是呢 这个土地权壮的所有权人 写的真的是福德神 但管理者的后代呢 却把这块地卖给了建商 李明提出了质疑 为什么神的土地会被人给卖掉 而建商也曾经答应居民 要让这个庙宇原址重建 但最后呢 把土地公规划在机灵地上 李明为土地公大抱不平 要群起抗议 急性命住户拉着白布条 站在围里外抗议 因为原本在他们背后这块土地 都是属于土地公的 如今却遭人变卖 建商将盖起高楼 对 我们是很怀疑说 日记时代就登记是福德神 管理者杨文贵的后代 竟然能够卖掉这个土地 从故宫妹还能看到土地公庙原貌 坐落在新北市新店光华街的路口 陪伴当地近70年历史 还曾被称作新北市最有钱的土地公 因为相邻400平的土地 全是福德神所有 李明调出土地权状 上头也标示着 所有权人是福德神 底下一名管理者 没想到他的后代子孙 却将土地卖给建商 去年10月把庙拆除 李明要求建商将庙原址重建 最后却是被规划在机灵地上 李明不服 奋而抗议 因为当初他讲的就是说 要把土地公盖为原位 结果现在是挤到角落 万一改天大楼抗议 土地公也是不见了 也要去流浪 风水专家表示 要移动神明可不是小事 特别土地公属英神 需拔杯征求同意 找出良辰及时 备妥久保一事 否则将被神明惩罚 十四份土地公当时拔杯都没过 就被移走 村民抱怨状况连连 建商回应土地买卖 有凭有据 没有违法 人会继续动工 但李明情感已经受伤 也坚持捍卫 从小陪伴他们长大的土地公庙 不排除将圣法院提高 记者吕隆生周观展 新北市报道